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ampong 各位师兄 各位师姐 请问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样的一日子呢 哎 厉害 道上的哦 今天呢正好是观世音菩萨的诞辰 在这样一个殊胜的日子里面 我们有机会听到师父的法语 然后真的是很发喜的一天 同时呢 我们一绝缘的清教师 也是我们最敬爱的洪胜师父上人 他的诞辰也即将在下个月 四月份呢 即将迎接他的生日 所以我们今天呢 跟师父问讯的时候 很郑重的跟师父一起说 生日快乐好不好 我们一起恭迎洪胜师父上人 师父生日快乐 这个以前生日是非常陌生的事情 没想到近年来 几乎一年要过个好几次生日 要一次把它过完这样子 那么这个想到以前 这个我大哥 好像我记得是45岁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我大嫂要帮他庆生 那么 庆生我妈妈也住在一起 结果大家都安排好了 结果庆生的时候 我妈妈面色就不太好了 说小孩过什么生日 45岁 然后又有一个小孩了 这时候也叫小孩 所以你就知道在那个长辈 永远孩子都是不管 不管你到几岁都是小孩 那我们家没有过生日的文化 那倒不是说生日不能过 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以前我们讲过这个真人部落 真人部落知道嘛 澳洲有个真人部落 现在好像所剩无几了 应该从那时候到现在 因为一个一个会走掉 那后来的人也就越来越不争了 所以就变成 变成我们这种变种人部落 因为真人部落的这一些真人 他称呼我们这些文明世界的人类 叫做变种人 那么我们称为他们是落后的人 你看彼此有成见 那么之所以为什么他们叫真人部落呢 就是他们不受这一些所谓的世间的这一些 分别见执着见的一种措知的所谓的意识形态给牵制 那么基本上他们各个有所谓的通力 那这个通力是什么呢 是我们众生与生俱来的本能 那么我们现在的众生之所以没有 也就是我们的烦恼也会牵挂多 把我们的这一个无上美好的通的这一个本能给障碍住 限制住 那么我刚刚要讲的是真人部落 他们看待出生这件事情是什么 他说奇怪 为什么你们这些文明世界的这个变种人 就是我们变种人 只要生日就会大肆庆祝 这一天到来就大肆庆祝 他们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情 那么他说他们唯有你一年有所长进 觉得你的生命有所提升 他们才会去做一个小小的庆祝 那么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我们当然这定义诸多 可是很少有这一点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难怪人家叫做真人部落 我们叫做变种人 所以修佛在修什么 就是把我们修回来 回来我们的真如本性 那么今天观世音菩萨生日 让我想到耳根源通章有这么一段话 所谓是佛出说婆界 此方真教体 清静在英文 与取三摩体 始以文中入 所以观世音菩萨 九永节前 以根中性反文字性 性成无上道 舍世用根 用一种高度的禅法 也是我们常在讲的心法 心法 那么反文字性 此性 极为真心 此真心 极为真佛 所谓的如如佛 所以学习 佛法 生命成长的人 不能不知道自己 的面对的对象 是什么 一定要把它搞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可是一切莫用着我们的意识形态 所谓的生活的经验法旨 去对待他 如果我们用着生活的经验法旨 对待他的话 那个 所谓的法 还是我们的错字错见 而不是真法 所以 治理绝言 本来无依法可说 为众生根性低落 有八万四千惩劳烦恼 故为八万四千法因应而生 那八万四千以八万四千类 拓而宽之 无量无边 那么这些无量无边的法都来自于众生的分别执着 也妄想见而有 本来法没有定法 那没有定法也是一种方便说 本来根本没有法 那么我们自信真如 没有这些所谓的形形色色 可是心的迷惘就产生了所有的形形色色 故言啊 成一切相即心啊 离一切相即佛 所以要成就无上佛道 还得要懂得离相这件事情 那么离相并不是逃避 把所有的 我们人生所遇到的一切境界做一种切割 而是什么 积极的去面对它 然后在当中不起所谓的执着 所谓的执向这件事情 所以那一个离是这个意思 那也就是我们世间人 常常挂在嘴边的水远水远啊 那你就知道 你看我们挂在嘴边的水远 我们多么不懂得它 水远啊 叫人家水远都很容易呢 自己遇到都会压起来 这个就不是真正的水远 所以水远是一个非常难懂的用词 可是却被我们现在的人普及化 那么我们就知道来到这个时代年代里头 在学习的障碍 诸多也从所谓的这些文字像 产生的隔磨 所以我们要去把这些文字像 做一个彻底的明了 明了之后 还得要去做一种深度切实的落实 所谓的运作训练锻炼这件事情 要不然我们的明了 这些文字像是很小 仅此而言只能是一种阶段性 而且非常短暂的解物而已 那么为什么加上很短暂 因为这一个解物会消失 所以叫短暂消失了之后 又是一种所谓的误解 这都不是解物是误解了 那么如果我们有办法把它做为一种训练锻炼的手段 在我们人生当中不间断去运转的话 这一个解物就可以帮助我们契入所谓的证物 那么在修佛这件事情来讲 只要没达到证这个字通通是假的 所以在八万四千法诸多门派里面 唯一只观心依法最为行要 也就是说最为重要最为简要 最为直接了当的意思 为什么一切万法由心所造 由心所生 故你把我们的心射受回来 安住在所谓定境的一个生命状态里面 一切就射受住了 所以你拆开就是所有一切善 那么你约瑟就是所谓的无念 无思无想 那么这一个无念无思无想 就造就了我们的所谓的新线世界 所以这一个新线世界 是一个美好的境界向 那么我们的想加入了 我们的思加入了 就开始产生了这个世变的世界了 世变的世界也就从一真法界 墮落到所谓的始法界来了 这个始法界上层四圣法界圣位 那么下层六道轮回反位 这圣反对所谓的回归一真通通叫做反 顶多叫做逆反外反的问题而已 意思说东旧还是不圆满 那么即便我们赠得了 欣慰菩萨阿罗汉四圣法界的果位 我们还是有所谓的拼空之难 拼空之难被释迦摩尼佛赫 就赤为所谓的骄牙拜种 意思是没有生机 那么即便不受六道轮回苦 可是他还受不能真正觉悟之苦 那么从觉悟的角度来讲 佛法是一种高标准的学修 意思说我们得要自诩为天下第一等人才 才有办法去学佛 那么以前我常跟很多同餐讲过 学佛 就两个路径嘛 一个就是你天下第一等人才 你才有办法学啊 另外一个就是 你自诩天下第一等人才 你透过学佛成为他 成为天下第一等人才 反正就没有窝囊这件事情 那么所谓是着力今生虚老却 谁能累劫受余殃 自知实地而后生 这是学佛人的一个基本态度 这个也就是跟愿力相符 所谓的明和 那么愿不是所谓的我们的希望 希求 而是我们的自信本然的吻合 这个叫做所谓的愿力 刚刚讲 观世音菩萨九眼节成道 依着反文自信的功法 那么反文自信是什么呢 不是所谓的一般讲的出言叫做 反共自省反省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反省还在心意识的层面 反文自信是一种舍得放下 完全不用思想运作的一个生命状态 所以它是一个高度禅法 一般人不容易去弃己理解 所谓是金刚经讲的 若以色见我应声求我 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所以它放下了色身香味触法 有办法在所谓的什么 深度的运行 这一个波尔波罗蜜的状态里面 去照见五蕴皆空 所以心经很多人很熟 所谓官知在菩萨行声波尔波罗蜜 都使照见五蕴皆空 它的关键也仅是这一个官所谓的真心 另外一个讲法就是所本真心 那么我们只要能够把这个心色受住 我们自然心静清静无染有如明镜 能够照破一切宇宙万物的一个形形色色 所以当然能够直气空性了然于心 万法无至如如之心即为真实 所以回归了这个真实实际的面相的时候 才能够叫做真正的反文字性 形成无上道 所以他这里又加上一个无上 也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修持方法并不是所谓一般的次第修 次第修有所谓的愿 愿有小愿有大愿 那次第修有所谓的小物 即小物乘中物 即中物乘大物 即大物乘大车大物 那么是不是真相如是呢 倒也不是 这是诸佛菩萨 无量慈悲善巧方便 为了引导我们迷失圣久 层层叠叠于污垢当中的众生 而用的善巧方便的方式 白话一点叫做引诱 引诱我们去 可是他的用心是纯正 引诱通常世间法用在负面的对不对 而他是引诱我们回归正向 所谓事先与欲勾签 后令入佛制 重点在这个后面这句入佛制 这件事情 所以这些的积 累积这件事情 其实也就是一种善巧方便的引导 真正来讲 只有一番两瞪眼 你不是悟就是不悟 那要不然就是你不是开悟的悟就是悟解的悟 或者是菩萨萨那个悟 那这一个事情 还得要看我们众生的放下的功夫 那么师尊在这一个世代 讲了49年苦口婆心 通通是方便说 为什么治理绝言 道本原成不用修正 这个见闻觉知本至原吉 道非圣舍唯妙难见 通通不是我们的意识心有办法去理解的 所以面对着云云众生 这个法的存在 相较之下好像是必然 那么为什么是必然 因为他也就是为了破而已 所谓的看破 放下的破 那破什么呢 破除我们的执着 这是第一件关键的事情 那么因为我们众生有着层层叠叠叠 无量无边的望见 望见的根结到最后 也就是这个执着的运作 那么因为有这个无量无边的执着点 所以他才用无量无边善巧方便 来打破我们的执着 所以法如药 众生是病 因病与药 随方解夫 最后入归家 期待我们能够含了这一颗药 而卸除我们累生累世的层层叠叠叠子 这个所谓的重病 那么只要把这个病能够卸除掉 我们自然花开见佛物无声 能够显化出来我们的真如本性 他只是一种显化 并不是从外而得 所以佛法 有一个名词叫外道 那么这个外道 有一个外 当然有一个内 对不对 那外道内道 外血内血 那好像是对立 说辞 实则 他不是讲外在一切众生与我的对立 而是每一个学修者自我的这个 里外的吻合 什么叫里外 心外求法的极为外道 内心原正的极为所谓的正知正见 正修正行 那么 这一个无关乎外在的任何人事物 所以他在整个虚空法界里面 并没有对立这件事情 他只有在完善自己的之间的错误与否 再做一种所谓的抗衡对峙 那么抗衡对峙也是方便说 因为众生迷失这一边才有 如果我们能够悟得了所谓的性本空级 我所拒亡的这一个生命状态里面 根本没有所谓的对立 因为没有对象 所以这时候不但自己没有对立 连禁虚空法界与我这一个假我 也都没对立 假我大家好懂 那讲真我 大家是非常难懂的事情 那么 世尊就是因为苦于这件事情 所以他才要讲49年 49年每天讲 每天讲不是每天讲8小时而已 他每天讲24小时 这个叫做成说差说无间断说 你看成差 成是什么虚空法界 你能看到的物质把它磨碎 磨碎磨碎叫灰尘 磨得很碎很碎 比奈米级还奈米的碎 这一种叫做成 一围成一世界 世界叫差 诸佛差土 所以诸佛差土里面 有什么 无量众生 那无量众生有无量念头 无量念头 产生无量维持空间 每一个空间又产生一个差土 里面又有无量佛 在里面教化众生 这里面的无量佛里面 各自一佛又面对无量众生 这无量众生又有无量的 所谓的知见 这无量的知见 又才产生 所谓的无量的细微的维持空间 这维持空间里面 又产生了无量的佛 在里面说法 重重无尽 所以百戒前儒 这是佛法的宇宙观 所以这个小致量子力学 无法理解 大致太空物理 无法理解 因为它小而无内 大而无外 所以 依我们人类 乃至于集结所有一切 这个叫做第三度空间好了 我们可以理解的世界的一切的外星人 高度的低度的都好 都无法去理解 所谓是众生已有世卫之心 测如来圆绝之治了不可得 那我们众生是什么 众生就是依所谓的有思维 这些什么叫有思维 有思维就是我们的执着心分别性 意思就是说我们人间常用的两个字叫思想 那么以前我也常跟学员讲 你要成佛成道 其实不难 你只要能够放下你的一切思想 你顿然就成就了 可是偏偏我们现在的人类 的鼓舞是什么 你要有思想 对不对 所以我思故我在 那这句话有没有错 当然没错 我思 所以那个痛苦的我存在 那么思深度叫想 想就是我执着 所以我思就是我分别 所以我善能分别 所以我认识这个我存在 那我这个我存在相对我也认知一切的 眾生的存在 所以这一个存在 变成把所谓的 凡所有像皆是虚妄 这一个词 的形容生命状态给扭曲了 变成凡所有像皆是兼顾 你知道 那所以因此我们的兼顾执着 兼顾的分别 产生 所有形形色色 以至于我们无法 达到如勇家玄节大师 那一种超脱的 残境 所谓是 梦里明明有六趣 绝后空空无大千 这个梦 他在形容的不是我们的小梦 所谓小梦是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会做梦的这个梦 当然 那一个梦是不是 这个幻象也很真实 当然真实 因为你的念头启用 你阿赖耶士典里面的种子 预言 产生的境界像 他当然还是存在 所以他也是一种维持空间的显化 那么他以这个小梦来比喻 我们现在这个大梦 这个大梦就是我们 人类俗称的现实生活 我们努力工作 赚赚钱 我们跟人很好的时候心欢喜 看到讨厌的人心很难受 想要吃的吃不到 心很难受 想要吃的终于吃到了 吃的太沉 肚子很难受 凡是 能够受用直爱之物 无有一处是乐处 那么 只是我们众生因习久远节来的习信 任 甲为真 习苦为乐 把痛苦的事情习惯的当做是快乐 所以佛家 以这一个现象来定义叫做快乐 苦苦 坏苦 所谓辛苦 那么到了辛苦 也到了所谓六道的顶层了 也不是我们世间人 可以理解的一个现象 那么 就一个世间人 就必须要常做 所谓的空向观 靖刚经讲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 亦无电 因作如是观 那么 他只是交在着我们众生讲 所以他客气讲叫因 应该这样子 要不然是什么 本来就是这样 你懂吗 可是常常众生的含量不足 我们这些 这个地球人含量不足 所以都希望人家讲比较委婉的话 来告诉我们 所以佛你就知道无尽慈悲 无尽耐心 生生世世 在这一辈子又讲了49年 你刚刚讲了24小时 那很多人不能理解 睡觉还在讲 睡觉还在不同位置空间讲 所以 当年有很多人 会梦到什么 释迦牟尼佛 对 他在睡觉 你在睡觉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在睡觉 你以为他在睡觉 可是你睡觉的时候 你梦你出现 他那不是跑去跟你讲了吗 所以 丝毫片刻不停歇 所以才叫做无间断说 没有丝毫间断 那这是所谓的不适应境界 那人间稍微可以理解 有一句话 大概可以去明白他 所谓是千江有水 千江月 月亮是同一个 可是 不管你地球有多少片大海 多少片湖泊 多少条河流 只要你这条河流不左 你就可以印得月亮 那月亮常存在 对不对 那么河流自己灼了就印不到 所以这关系到什么 我们的学到的理解 所谓是感应道教绝不思死 那么这一个 佛本能存在 那我们有时候认为他没有来救度我 是因为我们自己太左而显应不到 所以意思我们的感不足 他的印就不入 所以并不是不存在 以前我们常讲 这个玉德南风 单开北窗 外面的风本然存在 可是我们坐在屋子里 热得要命 没有风可吹 是因为我们没把窗打开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佛有度众生佛 当然没 为众生自信自度 那佛度众生 众生度佛 是一种方便的引气而言 所以众生是烦恼 佛是菩提 那菩提度烦恼 烦恼度菩提 那个度在这边的讲法 就两方定义不同 所以是烦恼生菩提 对不对 那菩提什么 转烦恼 所以佛度众生 众生度佛 那最后是维持众生自信自度 如果他没有自己去努力 努力什么呢 去放下的功夫成就的话 他再多的佛也度不了 所以佛的度是一种教育 或者是一种在人生生命 成长的过程的一种邪斧 而不是他本身 所以就像一个树 它里面有树香 那么朽弱不尽 香则不粗 那么我们众生异父如是 我们内心本来存在着真佛 那么我们的这一个烦恼不断 我们的真佛不粗 所以 外能密得所谓的佛的 皆是他佛 而不是我自心本佛 所以他佛本来如是 我佛 了不可见 这时候还是非佛 所以 十方三是佛 共同一法身 一心一智慧 利 无畏亦然 通通没有离开 那一个 一的一种生命状态 那么一 全一 任一 任一又是全一 全一一即任一 所以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要入华言分正境界 必得要有这个概念 那么 你这个任一等同所有的全一 全一里面含有你这个任一 所以这时候是所谓的全体观 一体观 那么 也就是说 近虚空法界 本然是一 不是二 近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 皆是我 而不是共同 所以现在有一个概念 叫做共同 所谓生命共同体 那么 在佛法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因为共同还有分别 还有对立 所以他还不是我们珍藏生命本然 所以 必须要 懂得放下这个义理 那么 放下本然 守本真心 即得 当下即悟 所谓指责一念不生 冠者万善相随 那个一念 会归回来 他本来就是一个放下的生命状态 那我们习惯了 无限的杂湿延续 所以叫我们直接放下 很难办到很难办到 这时候 十方诸佛才 因因切切的 用所谓的各种善巧方便 那对质到人类 多用言语 所谓的佛语音声做佛事 让我们听得懂的 那尤其我们这个说佛世界众生 耳根最利 最容易用所谓的耳根去射受 那么他就以殷生做佛事 可是偏偏金刚经又讲 若以射见我殷生求我 世人心邪道 那这时候殷生又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善巧方便引导 也就是说借假修真 那么不执着于假 可是也不否定于假 所谓这一个尽念的存在 是所谓的 刚刚讲的守本真心 这个真心的静念存在 是所谓的 不生忘 不失正 所谓忘心不长 正念 不灭 那他就是自自然然的一种 运作 所谓是无功用道的一个生命状态 那么如果能够去掌握住这个门道 我们要进入所谓的一真法界 也就不是一个难事了 那时候是 顿操如来地 也就是禅法在讲的上者一念间 下者无量节 那么当然了 我们目前为止 大家都还坐在这边 肯定是后面那一句 下者无量节 那我们经过了好几节无量节 又来到了这一辈子 只是说在于这一辈子 能不能去觉悟这一件事情而已 那么如果觉悟了这一辈子的什么了结 也就等同无量被子的了结了 所以无量被子 顿然就成就了所有的后得制 依着这一辈子的根本制的成就 那么根本制要去契入 通通没有离开我们前面讲的 放下这一个生命状态 那刚刚又讲 讲了那么多 就是为了要放下 那讲了那么多是什么 是看破 看破就是要了解他 我们要善于 将我们的生命做一番彻底的醒思理解 那么他有所谓的因果理路 他有他的缘起缘灭 他有他的对待关系 所谓是体相用因缘果理事 等等不同的面向 那么教下 依所谓的 这个科学取证的研读 去理解他 那么在这一个学修 理解文字相的过程里面 如果我们没有善知识的开破 我们又容易用着我们自己的执着剑去解读 那么只要我们的执着剑运作了 这个解读还是我们众生这一边的思维 所以这个叫做 以有思维之心 策如来圆绝之志 那么既是圆绝之志 这个灵绝启用 无碍无至 就不是我们的逻辑的线性思维可以去理解的 那么强调放下放下再放下的原因 也就在这边 那么放下什么呢 不去执着 所以放下执着的心 不去分别放下分别的心 不去打妄念 所以放下妄想的心 那么此心即同佛心 佛从染着出 亦归染着进化之 所以佛在这个染着与清静当中毫无分别 所以也就超越了所谓的这一个分对立的 这一个生命状态 那么才能够进入所谓的不近不近的 不够的一个生命状态里面 那么我们众生弥子总是喜好自己所向往的 那么讲到佛法讲一个佛 就执着一个佛 讲一个菩萨就执着一个菩萨 那执着的都是外相佛菩萨 而不解至心的慧解极为圣道 所以于迷之人 于远求圣人 而忘了自己的圣心 那圣心就是我们本来能够慧解 所谓慧解是什么 智慧的慧 善于了变 解 透彻 那么 又常常用一个字去替解 就是所谓的智慧 所以除了我们善于了变以外 我们又善于裁断 了变很多人不善于裁断 所以他会所谓的这个叫做优柔寡断 那在人世当中还是不够圆满 所以智慧智慧两个字 常常并在一起说 了变才断 那么为什么他不是分别 因为分别有带着所谓的性意识 了变是没有的 了变是一种显映策照而已 他只是一个回应 一个像镜子一样照料 所以他才会了然于心 心如明镜 心如平静无波的湖面 能够照得清楚三合大地 这么一照得清楚三合大地 你的选择也就精准无缺了 所以你为什么会选择 因为你在这一个云云众生的世界里面 你必须做所谓的善巧方便的抉择 你才不会被云云众生给染灼于你 所以这时候才叫做百花从中过 片叶不沾生 高度禅法的运作 所以高度禅法 不需要有太多的 直爱行事 好比说我们现在人叫什么 念佛 送金 持戒 布施 供养 等等 好多这些行事 做都做不完 然后 命起眼说这些有无量功德 那是到底有没有功德 也不能摇头 那摇头否定他了 那这时候点头 也不是点头能解决 所以是会与不会的问题 不会的 念佛 得因果 持戒得升天 布施得福报 宋经 得聪明 通通 不是佛 所以 会的在这整个运作过程里面 勿得了放下体性 遁操空性 所以 这些也就是成无上道的 基础运作的一个所谓的门道 所以 学佛 成佛 关键在会与不会 那么 会与不会的关键又在哪里 有没有办法守护真心 这个心要加上一个真字 而不是忘心 那 这个真心也就是前面讲的 无染无至 所谓 不是善 不是恶 正有没有实 皆是诸位本来面目 于一切时中 如如不动 如如之心即是真实 万法 无至 无他 也无我 所以 静于虚空当中 了然透彻于心 所以不得为爱 于行著作当中 自自然然通达 无碍 这时候 虚空法界 任你遨游 这时候 也就是你的自体性了 所以 在这个真心的运用当中 我们就有办法去体验到 所谓的观世音菩萨 如何在 尔根元通章里面 成就他的无上道 那么 观世音菩萨 成就无上道 之后 也不是将至时及 而是应元而化 所谓的寻生救苦 寻生救苦 寻生救苦 那这个寻生救苦 有没有很像那个耶稣的博爱 对不对 耶稣的博爱 对不对 我们常常是去照顾那只羔羊 那个叫做迷思的羔羊 那 九十九只在柵欄里的羔羊 就比较安置他 不太理他这样子 那这个 也就是一种感应道交 绝不失死的体性 包括 所谓是随众生性应所之量 那佛法的修持 必得要从自己的信起作用 凡事无信之辈 学任何一个方法门禁 乃至于不同宗教门派 通通没办法去得其利益 那么佛家所谓是 信为道元公得母 掌养一切诸上根 只要没有这个信字 就没办法 那么信这一个字 第一关键又信字 信自己这一个字 你必须对你自己有圆满的信心 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成就 因为我们九眼九眼迷思 都在不相信自己能够成就的状态里面 所以任何能成就的法来到我身上 都会被我转化成不能成就 所以第一关键 你得要相信自己 这是佛法的第一个基础因 你如果不相信自己能够成就 那么你学习任何法门 通通没办法 所以这一个信 到极处 信质到极处 你才有办法 相信所谓自己这一颗真心 那 这个大家也许在这个时代不难懂 用反面的来讲 是什么 我们现在人是不是常常讲 我对人性已经彻底失望了 对人性彻底失望 你就是不相信自己 你懂意思吗 因为你也是人性之一 那么从同体观来讲 你对一切苍生的不信任 你也就是对自己的极度不信任 所以做一个教育者 他基本上的一个基础概念 这个就是毋庸置疑的意思 连想都不用想 本来就应该这样 就是你得要相信 而且你要坚信 一切众生皆有良知良人 所以他们不是不会 他们只是迷失过度 而没有机会 契集到会的机缘 那加上他们不一定有机缘 遇到许多 依重靠重的杜促力量 而有所提升成长运作而已 所以你必须得坚信 一切众生又如我 那么一切众生是什么 一切众生就是我内心的贪生痴 那从这个角度 你得要坚信你的贪生痴 本来不是贪生痴 你的贪生痴 本来是你的决性 决性迷失 所以叫贪生痴 贪生痴觉悟 就是你的灵觉之心 那么这个礼路 就是所谓你的佛性 所谓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皆当成佛 所谓过去生 现在是未来是 有过去佛 现在佛跟未来佛 那么未来佛 是迷失还未觉醒 现在佛是当今已觉醒 那过去佛呢 是提前觉醒 所以醒了之后就不会再迷失了 那么至此以上 非繁重境界所能体解 他是入不适宜境界的 那么在我们的世界里面 就必须依着我们所能理解的去什么 去依循 依循的童子 要去同时放下 你看又依靠 又放 又丢掉 依靠跟丢掉是两件事情 所谓是即席即礼 就像我们爬楼梯一样 你踏上一阶 你马上那只脚要离开那一阶 你才能上了 那么如果你踏上一阶 你觉得很好 你这个好已经执着了 所以你就上不去了 所以你更上乘的 你通通没份了 所以必须要认同什么概念 你才有办法放下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那如果你认为他真实的美好 你就放不下了 所以你就契集不了真实的美好 因为你误认为 所以在学修人 聪明的在所谓的回向 通通是回向于实际 所谓我们的真如本性 回向一切近虚空法界 回向如来体性 回向跟一般的给予 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般的给予是什么 是我还留有一点 或我留的比较多 给你的比较少 这个叫给予 给予这个叫布施 所以布施上去供养 供养上去回向 所以你就知道 回向远比供养还难 那供养是布施的心形里面 加上无上的恭敬心 叫做供养 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在讲供养 都不是真的供养 都是施舍 我这是供养师父的 我这是什么 态度不是恭敬 这个就不叫供养 那你的施舍里面 代含着无上真诚恭敬心 这个叫做供养 那么供养 有时候还有一个我的念头存在 谁恭敬 我恭敬 所以还是有我 所以他不是功德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功德 需自信内建 不是布施供养 就是供养出来 对不对 知所求 所以供养即便已经不简单了 真诚 能够得到比布施更圆满的回馈回报了 可是他还是世间有肉之福 还不圆满 势必得要达到回向的境界 那么回向是什么 全部施予 全部 那你一个人能够全部分毫不留给自己 那个当然与所有无上的自成之心明和了 一个人达不到圆满的自成之心 他绝对会留一点给自己的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回向多难 那你们现在以前遇到问题 常常念经回向有回向到了吗 从这个角度就不敢讲 我们有回向了 所以 法要去深入我们才不会冤枉做错 一做错就处处错了 永远错 因为我没开破 所以我们都会自认为 我就是这样子了 一直做一直做 然后最后越做越没信心 你看 因为没有如我在 所谓的理论上学习得来的这个因果 概念 如是因如是果 那我自认为有如是因怎么没有如是果 这时候就会信心溃体 那么 心意溃体自己还算是小 心意溃体之后 还会回过头来毁佛办法 毁佛办法又照地狱夜音 所以你看 轮回这件事情 是不是我们非常熟悉 我们都闭着眼睛都不用动脑筋 我们就很会轮回 对啊 所以我们要努力学啊 其实这是生命的反常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本觉本有啊 不觉本无啊 那我们却 习惯于不觉的运作人生啊 那我们那个本有的本觉 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所以本来是佛啊 人家没有经上没有跟你说 你本来是妖魔鬼怪啊 对不对 一切众生本来是妖魔鬼怪 不是这样讲嘛 对 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而且皆当成什么 妖魔鬼怪吗 不是啊 皆当成佛啊 那佛是觉啊 觉悟的意思 所以你本来如是的东西 怎么会掉上纳事 到了现今 我们好像 没有一点魔的习气很不甘愿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 魔者贪嗔之事嘛 欢迎之 只要我们是终身就是魔 这是一个高标准的讲法 那不要 一个很狭隘魔就是我们看不到那个空间 我们耶路走多不小心 散着卡着音 这个叫着魔 不是这样子 那一个魔 固然是现象层的外魔 可是 他在离体上也没有离开你的自心 烦恼魔的启用 因为烦恼从哪里来贪嗔痴 所以你贪嗔痴感得外在米歇兰 米歇兰你形象化 就叫做鬼魅王良妖魔鬼怪 所以 为什么人家讲出家出家 沙门 对不对 阿罗汉 等等这些名词 讲到勤喜 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吃 当我们熄灭贪嗔痴的时候 我们本来也就是戒定慧 所以勤修戒定慧 是督促众生用的言词 一旦旺境 本来就还原了 你不必再去追逐一个美好 因为我们的本源本来就完美无瑕 所以第一个信 才 胜那么重要 就是说 显现的这么重要 第一个信就是要信自己的本源 圆满无瑕 那么我们现在在修什么 我们只要修掉我们生生世世的染灼而已 并不是往外再去追逐一个美好 所以信自之后 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 接下来要去信他 信一切圣贤的教会 一切佛菩萨的所谓的教化 信他们的经验法治 信他们的高度智慧 因为我们迷失 把我们的智慧给降低了 所以我们即便知道自己是美好的 我们目前办不到 目前办不到是因为我错乱了 我们现在的人好像都是神经病 错乱了 为什么这样讲愚痴 愚痴 愚痴自己 什么叫愚痴 愚痴就是分辨不了是非邪症 我们会认假为真 我们会喜苦为乐 我们会把错的当作对的 我们会把好人看待成坏人 我们会依靠坏人以为是好人 等等 这是我们的错字错见 那这当中 会有很多的评断 评估算计伎 这是我们的聪明 所以你就知道聪明不等于是智慧 智慧 基本上是聪明理 要具备着分辨是非邪症的能力 那这个是非邪症 可大到分辨了近虚空法界 所谓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分析到这边 那这一个层起就不是所谓的道理可以讲的 这个层起是所谓入了真理的 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看加一个真 真相就是真理的意思 而不是道理 那么 道理是所谓众生 依着自己的知见所设置 大家讲好的 那个叫做道理 所以道理产生了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文化类别 那么不同的文化类别 有时候都在一起是不相熟的 好比说清明姐快到了 那这个人死掉 是要是要入土为安还是怎么样 还是要烧成灰 灑在海里 还是要放在悬崖上面 对不对 让燕子去煮草 还可以 收集个雪燕窝 等等 就是说这个叫做你看大陆云南 有那个玄关 对不对 那一大堆 有的是不入土的 有的入土的 有的入海的 有的入树的 有的等等 这个就是所谓的道理 那会因人而异 这个因人而异的产生是怎么回事 是所谓的供业 所以这一群人有共同的思维 产生共同的结果 结果叫做业 所以产生了一种供业体 所以在这个业 的运转之下 就有所谓的影响力 所以有的人他很注重勘语 有的人不用勘语也没事 那有的人 他不相信堪与 他堪与没弄好 他也有事 那这个就怎么讲 这就是在这个 工业体里面 受到这个工业的能量的左右 左右就是影响 所以很多事情就变成说 你信之则有 你不信之还是有 就变成这样子 那真理绝对是这样 道理不一定是这样 只是有其可能性 没有其必然性 到底是你如果 尖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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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就不存在了 所以那个负面能量 就影响不到你 所以这时候老祖宗 已经把我们下了注解定义了 他讲什么 人未能无念 故为阴阳所福 阴阳就是一切宇宙的造化 形形色色 比如说我们刚举例 这个勘于穴 风水 你们讲的这个 那他是其中一样阴阳 对不对 所以因为我们 没办法清净无染 我们的心 没办法 所以我们即便这辈子不相信 可是我们的阿赖耶士田 还带着生生世世以来的什么 的这些知见种子 所以意思是用现在人讲的 我们的潜意识还是有那么一回事 我们意识形态不相信 我们的潜意识是相信的 而且我们潜意识是坚信的 意识形态是坚不信的 你看 他还是有 你知道吗 一杯水里面一滴毒药 他还是叫做毒 整杯都是毒药 他也叫做毒 完全没毒药 他就不叫毒 是这个意思 所以人未能无念 故为阴阳所福 就会被这些形形色色 所以有的人被勘于 就是风水影响 偷偷去 兄弟闹不合 某兄弟就偷偷去把他们的祖坟 移一个位置 就害另外房 什么等等 一大堆这些事 那现在很多富豪也因为这样 而什么 死不瞑目不能入土 有的还在光锅里 停放了好几年 通通是这些礼路 那这是世间人的愚痴 这愚痴里面没有智慧 可是有聪明 他如果没有聪明巧思 怎么会去搞这些 有的没有的 对不对 所以聪明反被聪明误 因为没有智慧判断 分辨不出是非邪症 那么这个是非邪症 是宇宙人生真相的是非邪症 而不是我们执意在人类体系运作 不同文化底下产生的意识形态的是非邪症 哪一种叫道理的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真理的 那唯有真理的 是非邪症 你吻合了 你才叫做智慧 那么你有这个智慧 刚讲你善于分辨了辨 知道他有所不一样的意思 所以你就善于决断了 决断一个正确 可以在这个时空因缘里面 适当的选择 这个叫做正确 他正确也非定正确 就好像法非定法 是因着不同人事物时空因缘的不同 而做有所抉择的应对 这个就叫做法 所以佛法没有固定的方法 他就是你能够改善人生的就是好方法 那么真正就近即处 就必须要有一个概念 所谓是一切法无所有必尽空 不可得 也就是刚刚讲的 人未能无念的那个无念 一旦你无念 你平和而能无念 因为你体解到宇宙人生真相 本能空极 这时候你又同时不否定 所谓的幻象的造化的万有 所以这时候急躁双容 那么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因为你这时候才能够提解到 所谓的能所的关系 能就是能现能变 所就是所现所变 能现能变 体性空极 所现所变 体性 还是空极 只是它的相患有造化 产生了之后 让我们的执着加深 再继续把它当作是直爱 所以障碍住人生 那么 人若能无念 营养不能福 不是福气的福 而是障碍那个福 束缚那个福 所以我们要训练无念 所以一切的这些宗教 都教着我们无我 那有的不讲这些名词 比如说无尾 无我 等等这些名词 那有的不讲名词 是往正向讲 比如说 那个基督耶稣博爱啊 那有我的人怎么会博爱呢 所以我们要依亦不依予啊 他当然是无我的体性 他才能做到博爱的形式啊 就好像观世音菩萨 访闻自信 有我的人就访闻不了自信 所以他访闻自信 势必已经无我了 那无我 他才能有慈悲啊 真正的慈悲啊 所以世间人讲的爱 尽其所能都建构在我的立场上 讲爱 所以必然有障碍 这个爱一定有障碍 所以佛家有句话叫 爱不重不生娑婆 娑婆世界 来堪忍世界 也就是五卓二世 在我们现今存在的这个世界 娑婆世界 十亿个银河系所组成 所以有十亿个玉皇大帝 所以玉皇大帝也非常忙碌 要分工合作一下 替一下观世音菩萨 行教化之事 所以常常在 道立天宫的善法堂 会提醒观世音菩萨 释迦牟尼佛去那边 教授十善法 以令天道众生 也能够更向上一左再去提升 所以那一天 有一个朋友 就问我说 这个 天神怎么还会有问题呢 那你们现在都有学过 天神会不会有问题 而且你们还见过 很特殊啊 别的地方好像还没见过天神 来请求解答问题的解答 对不对 你们这边还有你看 看在你们的面子上 对不对 天神不来都对不起你们 那天神是什么 六道众生啊 天神还在于所谓的 外返里面啊 那么还没入圣位啊 那么佛家来讲 叫做你超越六道轮回才入圣位啊 所以我们要去寻求生命的解脱 不能只停留在天神的层面 因为天神他有觉 可是不是正觉 那么你们在佛家里面 听过这些名词嘛 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 中间还有一个正等正觉 对不对 月列三个层次 那么为什么要加个正觉 因为他的知见是什么 是正确的觉悟 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叫做正觉 那为什么正觉已经完全没问题的 上面还有正等正觉 因为完全没有问题 还有成熟度的问题 对不对 还没有完全成熟 因为他有吸染 那么世间的学者跟天神 尽其所能 能够比较有聪明智慧的 只能讲觉而已 为什么不能讲正觉呢 关键在哪里 心不清静 那心不清静 就必然有贪嗔痴 那他有贪嗔痴 当他贪嗔痴的吸染 淡薄一些的时候 他那时候知见会比较正确 所以可以叫做觉 他醒了嘛 醒了还昏昏沉沉 对不对 有的是怎么样 醒了 然后爸爸妈妈走掉 马上就倒下去嘛 对不对 会退转啊 只要会退转的 都叫觉而已 会退转的明白 叫做觉 到不退转的明白 才叫做正觉 所以正觉起标 就是阿罗汉 关键在于什么 执着 只要有执着的觉悟 都叫觉而已 不能叫做正觉 所以他会变不觉 会变来变去 所以这叫六道轮回的特色 那么六道轮回的上层的众生 就是天神 那么天神里面还有高级天神 跟低级天神 那么高级天神修禅定 低级天神不修禅定 那低级当中还有比较低级的 很多呢 你们讲四王天 人道 人道上去不是就四王天 人道上去至少还有四王天 跟人道中间的一些 所谓的天神 有所谓地居天 那么 这一个所谓的道立天 玉航大帝那一天 是所谓的空居天 住在天空的 也有住在地上的 然后在四王天下来 还有所谓的星宿 你们看到道家有什么 或者是武侠小说 什么十二星宿啊 等等这些 你们看到的 多数都是这一类的天神 那这一类的天神 还比四王天还低啊 那么 他十善还不到上品 你要到四王天以上 十善要修上品加上四五亮星 那么 人道是十善中品 加上五戒 对不对 还不用四五亮星 欢迎知 十善中品到十善上品 四五亮星中间 还有很多的神界 这些神界 在佛家 应该也有细说 可是 我不知道今天 有没有把它归纳 做表 现在的学者 不是喜欢这样教学 做个表格 大家好一目了然 所以 每一个界差的天神 又有无量 就好像 我们是人道 对不对 人道 依你们所学 或者是看媒体 尤其最近的外星人事件多 这个事情 你就知道 人道不是只有人类 地球人类 他还有无量无边的外星球人类 他通通是人 反观只要要架着工具来到地球的 都叫做人类 所以也没比较厉害 所以不是 不要误解了所有地球不可解的古文明 都是外星人的遗跡 不是这样的 是古时候的地球人 智慧比 我们现在的高 所以他遗留下来很多的遗跡 是我们现在的 低等人类 低等地球人 无法理解的 所以有这一些理路在 那当然有 有不少是外星人遗跡 那高度的 古时候高度的人类 常常也跟外星人交流 你知道 从佛法的理路 你们就不难懂这个理路 就是你有修行 你的灵性比较提升 你的维持空间就突破 那突破 你不要说跟外星人交流 跟天地鬼神也常交流 这时候才有办法 跟天地鬼神 把他的关系处于融洽 各位都知道 为什么学习成长 修行 就是要把三个学分 弄圆满的 第一 人跟人的关系 这个学分 要修圆满 第二 人跟大自然环境的关系 要修圆满 再者 人跟天地鬼神的关系 要修圆满 那我们的视野很狭窄 人跟人的关系 包括外星人 不是你的左灵右色 那你只有左灵右色 是因为你的气量太小 所以你的幅度拓宽不了 那也算是 所以 人跟人的关系 第一个基础 就是人跟自己的关系 我们现在为什么 憂鬱症 造育症很多 因为我们跟自己 处不好了 你懂意思吗 自己 所以 憂鬱症造育症 基本上不难治 他是很容易治療的 当然前提之下 我要呼吁就是要先从不吃 憂鬱症要开始 才能治 为什么 因为他会伤害 他有一好有多臂 不是一好一臂而已 一好多臂 多臂 時間到又欲圆 又会产生什么 应该讲 多臂的因潜藏住 欲圆的时候 就會冒出来多臂的结果 那人家讲自行不易必自弊 那吃药不是究竟 所以真正就要去了解 我用什么方法跟我自己处好 像摩羯那两个 咕噜咕噜 摩羯主人 不行 在那边挣扎 所以要怎么样 就是要什么 要和 要讲和 那讲和要从哪里讲 我里面的这个我 要听他的还是要听这个我 那两个永远讲不合 所以不管怎样 我们这两个我 都去学佛 你解决了 以佛法做标准 所以一个我 就要具足六合境了 不是 一个会员底下的 好多个你我 里见六合境 所以你只要自己 不里见六合境 你跟另外一个人 就没办法六合境 所谓 生口意 生和同住 口和无真 意和同月 那么还有什么 这个所谓的戒和同修 利和同君 还有一个是什么 生和同住 对不对 刚刚有了 戒和同修 等等 这叫六合境 那六合境不是 我们两个讨论一下 依你的还是依我的 不是 是我们两个讨论一下 我们两个都要依佛的 菩萨的 依一切诸圣贤的人生态度标准 放下你我的成见都放下 这时候就符合回来六合境了 所以在地球 假设世人为一众 一个屋檐底下有四个人 都里见六合境的话 整个地球就不会有灾难了 这时候 你就可以透过人跟人的关系的融洽 透而言之 就会自自然染跟所谓大自然环境融洽了 那么从刚刚讲的理路 以此类推 人跟大自然环境的关系 也不是地球的三合大地而已 是整个禁虚空骗法界 那讲到禁虚空骗法界 往前提一点 叫禁虚空骗法界 留待后面那一个学分讲 禁虚空就是整个宇宙的环境 比如说 地球不要有温室效应 人跟环境除好 我们不要制造太多垃圾 讲究环保 等等是不是也是一种 是没错 可是为什么做不到 我们都在心思上作末 我们没有在所谓的本质上作末 所以永远做不到 这是叫物理环保 物理环保 如果你不是从心灵环保的根基起用 物理环保永远挖东墙补西墙 永远没完没了 所以不究竟 所以那不是佛家在提倡的 当然他不反对 也就是佛家不反对善 可是他叫你不要执着善 一旦你执着善 你这个人就叫恶 折善固执 所以你有那个固执 你就叫做恶 因为会因着你的固执 而产生六道的所谓一切痛苦 所以你这一个人表面在夺良善 再是人家是地球十大善能表扬者 还是一样是恶人 因为你的能量是不好的 你只是美其眼是一种 普世价值观的形象的认同而已 可是他不是入真理 他是在停留在道理的本身而已 所以佛家在讲的是什么 是叫你不要贪 那不贪你就不执着 那么我们贪一个善 我们就执着一个善 所以我们就会对立一个恶 当我们对立外在一个恶的时候 我们就凸显了我们逆心的恶 所以我还是恶 所以佛家鼓励善 可是不执着善 他叫你善恶莫失量 他叫你善恶等官 等官不是愚痴 阿饿的也鼓励阿 阿善的也骂他 不是这样 这叫神经病 那么他是告诉你 这个等官是你要了解他的体性 本来是一不是二 就好像一个杯子 你到底要称赞凹的那一面 还是凸的那一面 他就是杯子 是你会不会运用的问题 所以佛家叫着我们以静观为基础 他不是以善观为基础 你有一个善观你就六道轮回 那么我们常常在佛家里面 听到六道轮回这个名词 其实佛家本来是不讲六道轮回的 佛从正觉算起 正觉阿罗汉就是超越六道轮回 所以刚刚我们讲的高级天神有修禅定 他的禅定是四禅八定 四禅八定的功夫能够把我们的贪嗔痴扶住了 所以他很高级 那第一集天神 乃至于我们人跟三二道众生 就是有贪嗔痴扶不住 那第一集的天神有贪嗔痴 只是他比较贪善 愚痴在善 称恨在善 是这样子 他还是贪嗔痴你懂吗 所以他还是会插枪走火的意思 插枪走火 那因为没有禅定功夫 可是为什么高级天神 还是不能叫做正觉 因为他有定无会 他有禅定的功夫 可是还不达到开会 所以只要你还没达到开会 你就会退转 你一退转的时候 你的辅助的功夫就失去了 失去了这时候 本来被你扶住的这些贪嗔痴就会冒出来 冒出来你是又剁下来了 所以六道轮回也这样 來來回回上上下下求出无奇 那人不算天嘛 那有更低级的叫三二道 三二道就是他不但有贪嗔痴 他还努力的发展贪嗔痴 这个叫做三二道 所以他苦无量 你无法忌妒 所以这种而言 贪嗔痴三个字就是叫众生 不管你有没有禅定能辅助 反正你还没达到第九次第定 你没开会 他就一定会再冒出来 那还是我们像人没有禅定 有贪嗔痴也有善 也有良善 通通是叫六道轮回众生 所以众生无边设厌度从哪里度 从你自己泄出贪嗔痴度 所以一个人在学习的路径里面 为什么观其心最为醒药 最为简单饿药 因为贪嗔痴是你心启用 所以你只要射心 把你的心二六十充射受住 在所谓定境里面 你没有贪嗔痴 你是不是必其功于意义 你这时候就是了然于心 成就无上道 就从这个机缘点开始 为什么不是马上 因为你功夫还没得力 所以还没得力 可是你的路径却什么 最为简单饿药 所以禅法不啰嗦 他为言自利 不言利他 为言自利 现在人家又听不懂了 他自私 师父不是叫我们要利他吗 要帮助众生 怎么这时候又讲自利 所以我们学法 切记切记 一定要懂得离言说相 明治相 跟心原相 我们一定要懂得 依义不依语 不能依文解义 那时候三世佛愿 以前人连这句话都依文解义 所以三世佛还真愿 你知道吗 我们不能依文解义 要不然三世 十方三世的佛都会讨厌我们 都怨恨我们 那你会怨恨你 叫做佛 所以这个怨就是冤枉的意思 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怎么用你的意思解释成这个意思 好冤枉 他是这样替你喊冤 所以三世佛冤是这个意思 不是他恨死你了 扭曲我的交易 那佛本无一意 所以他也就没有起心动念 所以 他也就不会得罪 令众生得罪他 所以 你不要听到这样 我们说师父知道了 你暗示了我们了 我们谁都不能得罪 就是好好得罪佛 因为他不会恨我们 他不会恨你固然是啊 可是你不要忘记了 九法界有容天护辞 他可是会看不惯 他看不惯就会来处罚我们 所以有很多人为什么 没事 会嘻笑 没事会精神发作 发狂什么等等 有些就是被天神处罚的 那你说天神这么没良心 那不是没良心 有慈眉菩萨 有要怒目金刚 你懂意思吗 所以这是在引导众生往所谓的觉悟之道 的善巧方便 有的要用严厉的 有的要用鼓励的 有的要用感同身受的 有的要用对峙的 什么等等 只要能够适切让他醒思觉悟 都是好方法 那当然我们这一个运作得要有高度的智慧 才办得到 所以以至于这些天神会做一种处罚 他也是运用他的高度智慧去做运作的 所以他也不得罪人 因为他是职责 就好像 世间人不难懂的这个礼物 我们现在有人做监方科 你觉得警察应该不应该去抓他 应该嘛 对不对 抓的过程你觉得好好讲就抓到了吗 对不对 所以得要带枪啊什么啊 对不对 有时候还要激战一番啊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法非令法 那么在这个酒法界里面 低其凡夫 也就是道天神 他都会有问题的原因就是他 贪嗔痴没有断 他只是顶多福祝而已 所以不究竟不圆满 所以总在预言不同 是土三被酒品固然往生极乐是如此 在八万四千法的成就道次里面 亦复如是 总在你的善跟福德因缘决定 那总在预言不同 预言不同 什么意思呢 你如果直接学习成长 你直接跟教授学 你就是一条龙的成就 博士学位 那么如果你是转转整啊 转来转去你就要看啊 因为有的人不是那么顺畅啊 比如说有的人我高中毕业啊 我这时候就要去 卫生计着想打工去啊 然后就断学了一阵子啊 断学一阵子又有机缘又复学啊 等等在每一个阶段 所以他就不容易 一条线一条龙直接契集 所谓的最高位置 这个叫做总在预言不同 那么世间人学习的对象诸多 有人师 有所谓的天师 有菩萨师 有罗汉师 也有佛师 那么直气天人师 这是究竟圆满 那天人师不是天师的意思 天师是天上的人 天神 他是你的老师叫天师 那么天人师是天上的神的老师 叫做天人师 所以那个叫做佛 所以不是本性 学法无益 若是之本性 见之本性 即名天人师 丈夫佛 那这丈夫是什么意思 条约大丈夫 所以唯有佛有能力 解决一切虚空法界 所有的问题 那么刚刚讲回来 这个近虚空骗法界 刚刚讲到了 人跟大战环境的关系 整个宇宙 包括比如说 现在的月亮 也是我们的环境 现在的太阳 太阳一直在烧 什么黑子运动 等等 你需不需要它的辐射太强 烧掉地球 那跟我们人有关系 因为它也是一爆 但它那边也有生物 现在科学家还没发现太阳的生物 你们修禅定就知道了 他们有很多生物的 光鲜亮丽的 这样子 算了不要形容 你们也看不到 所以真正有生物 为什么 有土必有种 有一爆就有正爆 月球也有生物 火星更不用讲 所有一切星球通通有生物 只是它是不是在不同法界而不定 所以现在讲到不同法界 人跟不同维持空间的关系要处好 古燕讲的是什么 人跟天地鬼神的关系要处好 天地鬼神是古时候的用词 当今科学家的用词叫不同维持空间的生命体 所以 从我跟我的关系处好的扩籍 就是我跟地球人的关系处好 地球的畜生处好 畜生道 地球的什么 鬼道 天道 这个四圣道 通通可以处好 那么透过地球的这一个道次处好 再拖宽 就可以近虚空骗法界 近虚空骗法界就不是宇宙的概念 近虚空骗法界是无量的宇宙的概念 我们现在只处在一个宇宙 所以整个近虚空骗法界有无量无边的宇宙 每一个宇宙里面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佛家的宇宙观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说佛世界 是处在华藏世界的第13层的一个单位世界 像西十万八处有一个世界也是13层 叫做极乐世界 你们比较熟悉的 你看华藏世界13层 我们要去极乐世界 你能想象坐太空梭要坐多久 永远飞不到 这么大的一个世界里面 才只是华藏世界的第13层而已 它是纵向横向的圆满的 那么整个近虚空骗法界有无量的华藏世界 华藏世界一个有20层 我们只在13层 所以这是华岩教海的所谓的宇宙观 华岩经在讲的世界观 也就是佛法讲的世界观 所谓是大方广佛华岩 那么华岩花园者 古时候用字比较少 所以它用花园来代表百花齐放百鸟真名 每一朵花都开出它的第一名 所以在佛家世界永远只有第一名 没有第二名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你们人生的第一名 永远没有第二名 那只是你有没有把自己圆满出来而已 所以这是华藏世界 那我们学法一定得入华藏 入华藏你才能亏得什么 一层原教 也就是至高无上的大法 也就是你父母卫生前的本来面目 也就是你的本来样子 你的模样 你的本能 那么我们现在的运作人生 都不是运用着本能了 都是运用着望剑 我们把本能盖住 我们现在在照 都是透过这个玻璃上面的灰尘在造世界 而不是那个很干净的灯泡在造世界的意思 所以要学修 必得要从我们的心观起 那么观 观照的意思 那观是离心意识 去对待去体会 所以换言之 在生活当中 诸多佛学名词不好懂 我们就拿捏我们好理解的 不要发脾气啊 不要贪啊 就你那个要的你很难理解嘛 心要清静啊 好难理解喔 那不要烦恼啊 比较好理解啊 所以你又从不要不好就对了 你认为不好的 你意识里面知道不好的通通丢掉 这叫做放下 所以放下它 而不是放弃人生 那你的能量自然 科学家讲的能量就自然出来了 这是佛家讲的光 那么道家讲的气 都一样的意思 那么你的好能量 好磁场就出来了 磁场能量 这个浓缩的能量 就变成物质 西宝的能量就是场 你们讲的磁场 所以他都没离开能量 换言之你把你的能量调好 放下贪生吃 慢以恶见等等 错知错见 你的能量就自然恢复好了 所以最小最小的一个得力 就是你的体质会变好 这是最小的 那么最大最大的得力是什么 你会觉悟 觉悟就是你会回归你的自信佛 就是一般人讲的成佛了 所以你那时候常居的地方 就叫做净土 那不就是试得一万事弊了吗 试得这一件事情 你万事万物都毕业了 所以就不受后悠了 那时候你的人生就是随分过日 喜利养神 四处游荡 那个自由自在 毫无烦恼忧虑牵挂 走到哪里欢喜到哪里 你说这样会不会饿死 你人间食物不足 天神会送饭来给你吃 对啊 这是真的呢 跟你们讲又很难想象 对 因为你们还没办到 当年龟基大师跟道宣和尚 道宣和尚是那个 一个开悟的圣者 那他也是当今律宗的主师大德 开山主师 我们有所谓 禅宗 禁宗 密宗 华言宗 法相为是宗 一大堆宗派 其中有一个叫律宗 律宗以持戒文明 那当时 是窥基大师 要过境 道宣和尚的道场的时候 被道宣和尚知道了 这道宣和尚就逮住机会 要去好好的教训窥基大师一番 为什么呢 因为窥基大师又有一个故事 他就是当年玄壮大师 就是你们讲的唐三丈 年轻的时候 去遇到 这个魏池公家族 有一个叫做 这个窥基大师 当时还不叫窥基大师 有一个年轻人 看到他的天赋异禀 真是一块学佛的好材料 所以就积极的想要把他纳入 他的所谓的门派里面 好好培养这个年轻人 当时窥基大师二十几岁 二十出 然后窥基大师爱读书 然后闲情抑制 虽然有天分 而世间的运作 样样不缺 非常浪漫 这时候 玄壮大师就去找到他 就跟他谈条件 要收他为徒 好好培养他 他当然不是等闲自备 哪有那么简单 你叫我做你徒弟就做 然后 这时候玄壮大师就跟他开条件 小吃乙礼 动之乙琴 这时候 年轻的 愧基大师就跟他谈条件 说好啊可以啊 你要答应我 要给我三车的东西 所以他有一个别号叫做三车和尚 牛车 以前牛车最大台 可以装最多东西的意思 那么 因为亏基大师喜欢 读书 小时候就很喜欢读书 然后这时候 他就跟玄壮大师开第一个条件 那你要给我一牛车的书 对不对 金书都好 玄壮大师听到太欢喜了啊 哇这孩子真上进 二话不说答应 这有什么问题 就送了一大牛车的书给他了 你看看到这个孩子这么上进 后面两车想必也不是什么坏事 对不对 结果那第二台车呢 赶快讲啊 我赶快准备给你 我喜欢酒肉 请你准备一牛车的酒肉给我 这条件 这时候玄壮大师吃素吗 出家人啊 这个酒肉跟修行是违背的怎么好呢 结果看在他的天分 天之义饼上 没关系 咬紧牙关 送了 一车酒肉 那他想一想 酒肉不过酒肉嘛 对不对 以后可以改掉 那接下来第三车呢 第三车是什么 我喜欢女色 一车女 一车美女 这样子 这个真是有为佛门 对不对 的一个戒律啊 怎么办 可是玄壮大师就在那边 心里搅 搅半天 最后好吧 我总是有智慧度他 对不对 圣人就是不一样 只有一车美女送他 结果后来就带出带去了 修行 七修八修 成为了好像 这个所谓的 法相为世中的开山主持 这时候成就了 那他成就的后半段的过程 当时没人知晓 他要那三车的丑态 全国皆知 所以大家 认知他就是那三车 结果不如法 有自己认为自己修得很好 怎么不如法 结果他已经得到了 那这时候就接到那个 道宣和尚这一段了 对不对 他要过境道宣和尚的道场 所以道宣和尚抓紧 抓紧角度 那道宣和尚有什么特色呢 他就持戒圣眼 持到天女下凡 送五灾给他吃 你看 很厉害吧 对不对 所以不要期待人 如果要靠也要靠天 对不对 靠人 人会什么 靠天其实也会倒 可是他比就比较慢 人马上胖 对不对 天天比较慢 然后总之 你如果持戒没到一个功夫 天神谁理你啊 对不对 总之天神每天都送下来 那他就想把握住这个机会 他很欢喜 结果就邀请 龟基大师 来采访啊 聊聊天啊 其实是假名聊天 是要去数落他的啊 用他 持虑圣眼的风范 来数落他什么山车不如法 还久落 美色真是 犹如佛门 结果来了啊 然后七等八等 诶 相反也胜翻 毕竟两个都是有涵养的人嘛 相反也胜翻啊 然后这时候 武灾时间快过了嘛 好像过十一点半喔 就不吃武灾了嘛 还是过十二点 总之啊 那个武灾时间快过了 到宣和尚就急了 怎么还没来 怎么还没来 天女怎么还没送饭来啊 要不然我没东西吃啊 对 然后结果虧妻大师就 就说 时间到了啊 我还有下一个行程啊 我赶快走了 然后 到宣和尚就留啊 没关系再留一下嘛 等一下吃武灾 等一下吃武灾 然后 三推事情 最后 推推拉拉 结果过了武灾时间 也不用吃了 修道人就是这样 很严苛的 尤其是 到宣和尚又是磁律盛眼的 对不对 过了一秒钟都不能吃 你懂吗 不能偷吃喔 结果 过了 到宣和尚就很 很呕啊 结果也很客气的 送了虧妻大师走了这样 就在百思不解 怎么会这样子呢 结果 隔天 准时天女又下凡 送了一堆武灾来了 然后到宣和尚就纳闷啊 就问天女啊 你昨天是跑去哪里啊 昨天最关键 你关键时刻失踪 这时候轻轻松松 你还提早 那么早来 对不对 然后天女说 不是不是 那个大师啊 你要体谅我 昨天听说 有一位大臣菩萨过境 我们这种小喀吉不进来啦 全部都隆天虎尺塞满了整个天 天庭天空 我们这种小喀吉不进来 到宣和尚 听了一个 清凉冠 我不过是个开悟的法师 他是大臣菩萨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大全是限的 非我们凡夫境界 为什么要礼敬诸佛称赞如来 你不理解的 你礼敬他 所以 这个 众生 不能以思维之心 去测如来圆绝之志 真正修行人 大乙隐于是 他可能表面跟我们一样 平平常常 普普通通的 可是他内空功夫 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我们在学习道法 学习佛法的时候 就要去学习人家的精神内涵 而不要去 一样化葫芦 只是把人家的表面样子 copy过来而已 这样常常会画虎不像 反类犬 对不对 所以学法要到 守本真心 真心为何 去贪生吃死 不执着善恶 提升不执着 敬善 善恶六道轮回法 清静四圣法界法 连清静都要放下 最后法上因舍何况非法 连佛法都要舍得干干净净 世民佛法 感谢 今天有疑惑吗 感谢师父自卑 请问一下各位师兄姐 有没有什么疑问 想要请教师父的 师姐 师父上来好 师父上来好想请问 就是在西藏 之前跟您去西藏 在上也是使您唱颂的咒语音声 是否是没有意思 但是可治病的音声 因为那时自己有感冒 然后听到音声后 就是很快就好了 然后 不然以我的身体状况感冒 都是很慢才会好 然后自己有把 这个音声分享给其他师姐 那有个师姐听了觉得 她说她有不喜欢不舒服的感觉 那为什么会有此现象 其师父开始 那个音声是有意思也可以治病 所以请坐你们学法不能 医文解译 我常讲所谓的咒语有两种 对不对 一种所谓是治病 一种所谓是沟通用 沟通的是有意涵的 就像不同维持空间的言语 语文 所以她有意思的 只是我们人类听不懂 一种治病的她没有意识 那她有所谓她的长短音 她的这个发声 她的大小声要精准 她能达成一种振动波率 所以利用她的所谓的振动波 去振我们的所谓物理结构排列组合 的一种频率 可以达到治病 可是并不因此 而咒语就实实地分成这两种 她有多寒的层面 就好像学习佛法 你了解文字 你不能执着在文字 佛法一字无量意 如果我们用我们世间学者的学习心态 我们就会把它定死 你只有A意识 就不能有V意识 那是不对的 那是自己的局限 所以在你们上次听到的那一个音声里面 她同时是有语言性的 同时也有她的所谓的疗愈性 所以两个都有 那为什么有的人会听到不舒服 我用比喻的好去懂 你被人家骂你舒不舒服 可是骂你的是你的缺点 你必须要改善 你改善你会变好 世间有多少人明知良药苦口 吃了说好甜 你懂意思吗 这是我们众生的劣根性 那么以前我用的比喻是另外一层 就是少层 对不对 我们在打扫的时候 假设我们地板是很脏的 我们随便一挥 挥层就起来 扬层 扬层我们闻到会不好受 对不对 可是你会因为你的不好受 而停止扫 还是你明知道不好受 你会继续扫 继续扫啊 因为你们有智慧啊 有的人愚痴啊 他会因为闻到灰尘 他就不扫了 所以他的地板永远脏 你懂意思吗 所以这个叫做 每一个众生的机缘不一样 那么直接讲到佛法的用词 叫做通常通常 通常不代表全数 代表大数法则 通常业障比较深的人 刚听到许多元和妙孕 都会有难耐感 至于难耐感的层面N种 会因个别体性的因缘不等而有 有的是畏惧的 有的是厌恶的 有的是难受的 有的是生理哪里痛哪里酸的 等等 都会有这种见相 归类大数法则是业障 比较深重的会有 可是这种人 他只要了解这个理路之后 他愿意像扫地那个理路 他愿意自己勇气持续 继续让他进化 让他筛 一直胎一直洗涤的话 大概都不出一个礼拜 这也是常数法则 但有些特殊个案 也许要一个月两个月 但我们的周边有很多例证 都是大概一个礼拜 他就会很舒服 他就会喜欢 有这些现象 所以这是依常数法则上告诉你们 那有些个别体性的现象 那还得依个案去讲 可是那些个案 也没有离开这个常数法则 这样可以明白吗 谢谢师傅 第二个问题是 自己在听到圆和妙音时 会想要比手势 请问师傅 由您在的时候 自己是否可这样做 因为感觉越来越强烈 而且最近又会听到呼唤我名字的声音 那自己该如何应对 那 会听到什么名字 就是 呼喊 我的名字 呼喊什么 呼喊你的名字 对 我还以为有个什么名字叫呼喊 好像莫喊莫德 呼喊忽德 对不起 然后 然后 请问是否会灵动的人 都有可能会跟诸神众交会 然后借此来传达他们要表达的讯息 请师傅开示 不一定 会灵动的人都可以 跟诸神众接触而传达讯息 有很多都会跟诸 灵众交会而封掉 有些会这样 因为你刚刚讲一道都是好的 所以一体两面 你懂吗 我们的人生是这样子 那会灵动就易感体质 那以前我常讲易感体质大好大坏 你如果 接触到的能量是好的 你就容易变好 那你接触到的能量是不好的 你就容易变坏 不好的就是鬼魅王良 好的就是天神诸佛菩萨 那刚刚我们也讲天神还不究竟 所以你能不能接触到诸佛菩萨的力道 再者说 那我假设 我会灵动的人 我常常接触诸佛菩萨的力道 我是不是保证我就会很好了 不是 因为你的心态 如果不对的话也不会 他的好能量会被你挡掉 他好能量让你变好的同时 你会傲慢 你傲慢了 你又把这个好能量拿来运作不好的事情 所以你要更加严重造业 所以你这个人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惨 懂吗 所以有灵动的人就要善互于这一颗心 绝对要比一般人还要把持住 不起贪嗔痴慢 当然包括乙 恶劍 这些一定要比一般人更努力 这一个原则把握住 他就会大好 他会很快就提升上来 可是我们眼见到这一个人世间多数灵动的人 你们讲义堪体质 本来不会变成灵动 有的人轨迹正确 学习态度正确 他灵动是一个过程 那是可以被理解 可是他不能把灵动当作目的 可是他又不能压抑 因为他本来先天过去生就有这个因缘 你压抑不来的 你不能压抑你要顺着他 让他去运作 可是你的态度要正确 正确你这个灵动的波峰过 就像扫地一样 越少刚开始营压很大 对不对 灰色很大 越少越少越大 大到一个灵界点是不是就开始往下走了 就越来越少了对不对 越来越淡了 这时候就是往 清安的境界提升了 这叫做过渡期 所以所有的液感体质 基本上都会有这种过渡期 只是在于他的显像不等 有的只会转动 有的灵动 有的甚至 灵会透过他的身体来传达一些事情 这得要看他过去生 跟这些灵界的 远怎么样 叫做关系 假设我过去生没有跟太多的灵界有关系 也不会 可是多数我们当今看到的这些 液感体质会灵动的人 都会把一个正法引导成错误的邪见去 所以很少很少 当然有 可是很少大好的 多数是大坏的原因就在这边 所以我常常劝勉着 跟我们有缘 同参 法医的这些同参 一定要坚守住 这一个正确的心 很可惜 在我们身边看到多数 即便我苦口婆心 他都还是违背 所以 长年来临障的问题解决不了的原因在这边 你看 从这个角度 不是你没遇到好的法 是你自己的态度始终不愿意修正 所以才会越来越惨 那越来越惨 我就越累 因为你们还会来找我 最好不要来找我 我常常叫你们不要来找我 你懂了吗 没事不要来找我 对不对 有事 这是我天职衣服 没办法 我要奉献 对不对 把这些人救起来了 这些人就开始傲慢了 因为救起来 会比一般人优越啊 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好啊 心总是不愿意谦卑 就傲慢了 傲慢就会更惨 更惨的这个过程 会有累积性 累积了好一段时间 我就知道他又会来找我了 只要美美又来找我的时候 又是最惨的时候 那最惨的时候 可能会比上次的惨还惨 因为他会惊啊 他会撑啊 撑啊 撑面子啊 撑各方面啊 这都是不正当的态度 行为 所以有易感体质的人 应该要什么 更加紧的 契合所谓的 谦卑随喜不失 这些门道 要去修这个 而不仅是靠师父的能量 或者佛菩萨的加批 不能只是靠这个 这个是人家 这个怎么讲 我常讲加分 加分体 自己的修行才是基本体 基本体八十分 加分体二十分 二十分固然能够帮你 射受住阶段性的问题 可是你基本体八十分都不做 你还是叫做不及格 一个人只要基本体八十分很努力 就算不要修满八十分 六十分就好了 他还是叫及格啊 他放弃二十分加分体 他还是及格 你懂吗 可是现在的人就有列根性 他老是要那满满的二十分 可是他要完全没有的那八十分 所以还是二十分 所以常常有台语有句话叫 不但可惜可惜 知道吗 我发现很多同餐有这个态度 那你刚好问我刚好讲 我們帮你们协调我们要背书的 你懂意思吗 所以你说在我在的时候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是 在我在的时候你运作完了之后 你离开我的场域你的心能不能保持 在我在的时候的平静 还是一出去就开始掌养傲慢啊 嫉妒啊 贪欲啊 我自己说哎呀这个不错我要感应啊 你看贪出来了 贪神痴感的外在什么 迷血染 所以这个人本来是在我们场域去疏通的 去把灵障变灵通的 好不容易灵通起来 他拿他的灵通去创造更重度的灵障 世间人就是这样 他们进了好多 老是不警醒 所以如果你们有这样的现象的话 就把这些理则弄清楚搞明白 自己要吻合就对了 吻合就是保护啊 就是这个叫做防护照啊 就没事啦 那我们这个佛菩萨的力量啊 加披下去就会很有作用啊 往上提升的作用啊 那时候哪需要佛菩萨来传什么讯息啊 天神传讯息啊 你自己整个宇宙都知道 你还要人家传什么讯息 他传给我讯息 我讲 那表示我不知道嘛 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们去 有人请我们去庙里面 做翻译官 其实有时候主非定主办非定办呢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你们不要以为 我们去都是真的翻译呢 我们去有时候是天神在讲一些讯息 给他们公庙里面的主事听的时候 我是说你不能这样讲 你讲错了 我告诉你要这样讲 你同意吗 天神说是是是 我说好那我讲 所以我们我并不是照单全翻 你懂意思吗 你要比他还精确 比他道次还高 你才有办法站在那个位置 所以我们有没有透过天神 有时候我们跟天神 你跟你的门下生讲这样 趕快跟他讲 去庙里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要自己 清修食证才有办法的 所以佛法论食指不论行施 那你们有 假设有这个体质 在某些时空医院去孙应 可是我刚讲得很清楚 你们一定不能去长养 贪嗔之慢以二见 因为多数这样体性的人 都在低标 学法的低标 那因为他的体质靈验 所以他有大好的机会是因为 前提之下是他愿意零后起修 零后起修 所以之所以很多 我们这边同餐有很多也有 要被抓去当机桶什么等等 影响到这个层面 那也有以前当机桶的 现在因为我们的谈判 现在不用当了 当然有的得了便宜 卖乖我就不知道了 被抓去的 他们都很害怕 为什么 因为百分之九十九 只要你入了那一个境界 你零后不修的话 人生果报就只有两句话 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果报就是这样子 上个礼拜 有一个本来要当机桶的 年轻女孩子 现在不用了 当然也是我们谈判 谈判不好听 协调 协调 协调背书 卖人情 卖人情 卖人情给神 你看 卖神情给人 去协调 不用了 他就说他爷爷 他爷爷也是 他妈妈也是 所以世袭到他 他妈妈不希望他当 年轻貌美 穿个肚都在那边 鲨鱼箭 砍头破血流 不好看 你懂吗 现在又闻名世界 这样子 结果他就跟我说 他爷爷说 我们做 机桶的就是不好的 这鱼之下有涵盖很多层面 就是不会幸福美满 因为你那时候是人家的奴才 天审的奴才 不是翻译 翻译是平等观 如果当你有一天 已经被人家 左右了 必须听命了 那个就不是翻译了 那个是叫做 傳訊 不是翻译 翻译才是平等的 傳訊是你是 你是低等的 他是高等的 那这样你就失去了 所谓平等法性 修行这样叫做 越修越倒退路 你懂吗 所以一定要 有这一个知见 发现自己是的时候 赶快 前面讲的 情修皆定会 熄灭贪嗔痴 包括这些 执着分别 妄想通通要打掉 才会变好 才会有你讲的 天神啊 透过我啊 这样 才会有那一种好的境界 他透过你 透过这两个字 就有N种状况 对不对 你是奴才我也可以透过你啊 你是大哥 大哥你也帮我 你看 那感觉不一样啊 那你要说 好啦 等我有空啊 不要急啊 先回去 先回去休息 先回去天上休息 我忙 發求全在你自己 修行要拿回自在主宰全 每一个人的信 本来就圆满如霞 你为什么会搞到这一辈子 受人家干扰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深深思思 迷失太深 所以这一辈子要什么 奋力一拙 拙力今生 虚了切 后面那句话才会应验呢 谁能能接受余秧 换言之就是 你今生了切了 你就不受后有余秧了 秧就是不好嘛 你就没有那一个不好的生命状态了 所以那时候叫做幸福美满 到不行 知道吗 谢谢师傅 我们 先 师姐先吗 没关系 稍等一下 师姐先吗 师傅 我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 最近又要清明节了嘛 所以我又梦到一堆往生者 可是我以前常常梦 那个不算什么 我这次很奇怪的是 有人拿了一堆钱给我 那我就心里想 他是要给我钱还是要我给他钱 我搞不清楚啦 然后这个是一个疑问 然后另外一个疑问 他希望透过你能够去供养 十方株如来 也就是说 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是你契集了所谓的正确的 如来正法的学修 所以以前都是来跟你们要 可是因为透过你的机缘 可以了解一点说 与其跟你要 要那种有局限性的 不如自己去透过你 能够自己也修得一点 所谓的功德 事实上 叫福德 这种福德不失财无不取 所以 希望传一个讯息给你 希望你能够更加的精勤努力 那也可以算他们一份这样子 用他们的名义 去 所谓的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谢谢师傅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我有听一个朋友讲说 他问我说做梦的时候 梦到往生者的时候 是我知道他是往生者 还是我不知道他是往生者 他说如果 我在梦中知道他是已经往生的人 我就没有影响 那如果我在梦中 不知道他是往生者 那我就会不好 是这样的吗 你有勤修接定会 这些都不理就不会不好 就不会 就会好 不会不好 哦 你着意了 他本来没不好 你都会变不好 是 嗯 那师傅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 也是人家告诉我 是一个另外一个师姐 他的说法是说只要我在梦中 吃了人家的东西 拿了人家的东西 就等于说 呃我欠他的 所以变成说我要还给他 我不知道耶 他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那样对我是很不好的 我就得要 我就得要烧值钱 或者是修法去还给他 是这样吗 修法我们本来就要修 不因为这些的境界向 而特别修 不是这样 哦 那么梦这个东西 不是通责 他很多是医个案 有讯息在的 哦所以 不竟然是他讲的这样子 哦比如说我比喻啊 呃我不知道几年了 好像2009年还是 还是2010年那个时代 我们有一个同餐啊 哦 好像跟我有一个机缘 不知道他请我 还是我请他 我忘记了喝咖啡啦 然后他就说他做了一个梦啊 哦 啊梦到 红色的跑车啊 哈哈哈哈 然后他还没讲我 我就把他的梦都讲完了 对啊 是法拉利那一种哦 低盘 哦 冲起来走快速怎样 然后我跟他讲 我跟他讲完了 解梦解完了 一梦的解析佛洛伊德解梦 周公解梦 什么全部查出来的都不一样 对不对 哦 那我跟他解析之后 你问那一个人 看解释出来的 他能想象得到 是那样的答案吗 然后那样的答案 符不符合他当时的现实人生 那个人 现在在你的右前方 你问他 你还记不记得啊 大概一期记得 我先讲这样啊 我当时给你讲的答案 你能够想象吗 没有办法完全超乎想象 对啊 然后那个答案 是不是完全吻合你的人生 是 所以梦很多是个案哦 它不是一个通责哦 所以你这些梦阶段性的你 我会建议不理 凡是梦到心 假设当下有忐忑感的话 你就回到你 的功课的加深 就解决了 啊 我们要把事情 要能够解决 一定要化繁折减 你懂吗 不理不是 不解决他呢 不理是 有更好的方式可以解决 我就不必被这些的 零零碎碎的问题 给干扰我的心 所谓 才塑者才根 而塑倒嘛 对不对 你不必一个一个叶子 在那边那个啊 捉摸啊 所以有些是个案啊 还得加上你的时空姻缘 嗯 對啊 阿宇那个就是他无法想象 可是完全吻合啊 是啊 师父你好 我是第一次来听师父说法的 然后我只是说 因为我一直在追求一个所谓的 其实佛教我已经 佛道佛道 我一直在佛跟道 我一直在搞不清楚 然后经由美智姐的介绍 我只是想要听 就是真正的佛教 听到人有讲经说到 让我知道何会修行 其实师父我不解的是 修行的好跟坏 真的要所谓的 刚刚师父说 去除贪嗔痴 这佛道一直在讲的东西 那很多人去做 做完以后跟你讲说 哦 我有看到菩萨 我有看到什么 我只是在 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 菩萨跟我讲什么 我就心中一直在纳闷一个问题 菩萨真的要讲 不要你跟 不要他跟你讲 我自己他会来跟我讲 不要透过别人来跟我讲 人家会回你一句话 因为你修行没到那里 可是我会反观在问 不能看看讲话的这个人 因为我只是觉得 很多的事情 我们世间法 我就好像我 我常问美芝姐一句话 为什么人家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 从来没有像佛教的 和尚跟菩萨 跪在那边乞讨 我每次看那些事 我的心是很痛的 我才在想 我信的佛教 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 那修行的路 到底要这样就要苦行修吗 这样才叫做修行吗 谢谢 这个也就是当今佛教 为人所诟病的很多现象之一 之一而已 其实为人很多诟病的太多了 那么 呃 原有是我们世众弟子 做了错误的学习 跟做了错误的表法 错误 前提是错误 所以这一种事情讲不完的 那这种事情也不是在佛教里面有 在所有当今21世纪的所有的宗教统统有 那不是说基督教或天主教没有 只是在你的生活的圆里面少遇到 或者是没遇到而已 而我是遇过的啦 所以我们遇多了 我们就会对所有的宗教有种平等观 这种平等观是什么 会替耶稣感到很不舍 会替观星菩萨感到很不舍 会替穆罕默德感到很不舍 会替所有一切的圣者感到很不舍 因为他们原来的教义并不是这样子 所以以至于现在有一个名词叫末法时期 斯加牧尼佛城也讲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如恒合杀 对不对 一点几来讲你就可知 我们这个时代邪师是什么意思呢 是错知错见的老师 那么如果依法他还要讲法 就叫做错知错见的法师 那老师跟法师有点不一样 法师是特子他有在讲传法 老师可能教授一技之长等等 那么法师又跟出家 不出家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人就是 太多人在接触的时候就已经错了 所以无量寿卿有句话是这么讲的 先人不善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书无怪也 也就是说今天我做错了 我把佛法理解错了 所以我一定会做错 我做错了让很多人 假设喜欢我的他就会学我 他就学错了 讨厌我的他就会鄙视我 他鄙视我的同时 他会因为我而鄙视佛法 有这一种人 另外一种叫做他本身很深入佛法 他了解这些状况 所以他会了解我为什么做错 他也知道他不会被我污染 他也知道什么叫正确 所以相安无碍 那么为什么我错了 因为先人不善 我的前辈教我的人 不善的意思就是他也不了解 或者是他了解的不到位 所以他只能教我的也不是真正的那一种 所以他教了我我错了 那我能不能怪他 不能 因为他的前辈也不了解 教他也教错 所以一代传错一代 所以以至于现在有这些 琳琅满目奇奇怪怪的现象出来 所以佛法最原初 他只有一种叫做教育 教育 那什么叫教育呢 那当然现在的名词是寒魂的时代 现在每个领域都说在教育 对不对 那佛法你就要再深入了解 它是什么样的教育 佛法 佛是什么意思 觉悟的意思 觉悟的意思叫佛 法是方法 或者是教育什么 教育让你觉悟的方法 这些事情就叫做佛法 那佛法从向上上讲是什么 佛陀 这个佛叫佛陀 佛陀就是觉悟的人 觉悟的人 他有做到觉悟的人 开智慧的人 叫佛陀 在九法界至善圆满的教育 这叫做佛教 九法界是什么意思 九法界就是刚刚讲的不同维持空间 整个虚空法界 整个宇宙不只是人类而已 因为他觉悟 所以他有这个能力 教育所有的一切虚空法界 因为他了透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以他在九法界 做为众生圆满完善的教育 这件事情就叫做佛教 那从此而知 我们就知道 那教育是什么 有人教我们一个正确的概念 对不对 我们就叫悟 悟叫发育的意思 我们要去做才会变好 变好叫发育 对不对 所以有人教对的 有人做对的 这结合起来就叫教育 所以佛教本来不是宗教 他自始终都不是宗教 他不是现在人讲宗教的概念 那种宗教 可是佛教里面也有讲宗教 这两个字 可是他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他在讲宗教的宗 这个字是特指禅宗 禅宗叫宗 宗门 教是指教下 凡禅宗以外的法门 通通叫做教下 要读经 比如说法法 法相为是 净土宗 密宗什么等等 要看经 禅宗你可看不看 对不对 所以他密父本心 所以他叫宗门 他讲的宗教是这个 他讲的宗教就是一间学校的科系 有禅宗系 有净土系 有法相为是系 他就像一个学校一样 不同法门就是代表不同科系 所以你透过不同科系 都可以学习自己落实 学习到你拿到博士毕业证书 博士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佛陀 佛法讲的硕士就是所谓的菩萨 佛法里面讲的人生 宇宙人生的学士就是阿罗汉 所以他有这三个学位 那换言之什么叫修行 你刚刚有一点是讲到关键 所谓修正错误的观念思想行为 就叫做修行 错误的把它修掉变正确的 这叫做修行 所以跟在那边打坐念佛拜佛感应 没有关系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产生 这个就是因个别人的因缘 在那人生道徒 会遇到的境界像感应不一样 这没什么好特殊的 就好像 假设你是贵妇 假设你是贵妇 你常常喝下午茶 你们一群人都是贵妇 对 我们是平民 对 我们喝下午茶 我们还要剪辣米 这个就是圆 个人的因缘不一样 所以 贵妇常常生兵都是贵妇 对对 然后出去都是LV 卡爹 什么等等一大堆名牌 那我们平民只能自己发明 对不对 我们只能拿那个 那个开罐 当界子 他们是专界 所以你看 他们都遇到那样的 我遇不到 那是他们的缘 就好像有人常常遇到灵通 通灵 那是他们的缘 所以佛道本来也没分 从教育的角度 他只是所谓的年级不一样 有所谓高中 国中 小学 那佛法意思是什么 假设你是 数学数学的人 你有小学程度的数学 你努力成长 你有高中程度的数学 你在努力成长 有大学程度 博士程度的数学都不一样 他都叫做数学 所以一切的宗教的名向不同 就像这样子 他们其实都是往同一个路径去提升 只是他们的年级不一样 所以显化出来的样子不一样 所以今天假设我是博士班数学 我看到幼稚人学生在算数学 还拿两个苹果摆在一起 才会写出二 我会不会觉得很多余 对 可是 因为你曾经走过那条路 所以你会觉得很多余 可是你不会鄙视他 你不会跟他对立 你会生起慈悲心 再帮他提升 让他用心算就可以写出二了 对不对 所以 你看到的这些宗教的现象 就像这个意思 他们也都想理想 可是他们的程度不一定一样 再者 为什么做错 我刚讲被教坏了 那既然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观念思想行为 那么什么是正确 修佛的人就依佛经教 的标准叫正确 修道的就依道章 记载叫正确 修基督教的就依圣经 天主教的玫瑰经 回教可兰经 他都有他的一个依循 现在为什么宗教徒这么乱 就是他有宗无教 宗是什么意思 依中国词典的解析 宗是重要的 首要的 为一切众生所尊崇的意思 教是教育 教学教化 或者重要的教育 所要的教学 为一切众生所尊崇的教化 就叫做宗教 这是中国人的定义 所以他并不是像一般的宗教 唯一的天神 我们都不行 只有他行 不是这样 那么 这一个概念 存在合不合理 也合理 因为我刚讲 你的学识程度不一样 当然我这个学识程度 不是指我们的学校 是指你对宇宙人生的 总体学识程度不一样 所以你会认知不一样 那是阶段性 所以阶段性叫做个人因缘 因为每个人的善跟福的因缘 不一样 所以他的理解度不一样 他的遇到的对象也会不一样 所以有琳琅满目 唯一你达到终极 你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 是这样 所以达到终极就叫做佛 所以佛为什么称作天人师 一切天神的老师 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佛有责任义务 去一切的天神的领域教育他们 所以其中一个领域叫做道教 其中一个领域叫做天主教 其中一个领域叫做穆斯林 对 可是教育了之后 他教了之后 是不是马上众生就得到解决了 因为他还有学的努力与否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有的就会做得不到位 有的学生坏学生 他连学都不学 你懂吗 所以当今我跟基督徒很好 我身边很多对我很好的基督徒 然后跟我聊一聊 他们都很羞愧 你要怎么羞愧吗 我说你们帮帮忙 你是一个这么虔诚的基督徒 你连十戒都做不到 十戒谁做得到啊 这样 你看 那这怎么 你看光是这样 我就 我就让那个 耶稣背了丑名了 你懂意思吗 就像很多佛教徒 你说佛陀明明就跟你们这些佛教徒讲 讲什么 讲所有一切法门的成就 都不离十善业道 对不对 一切 众生 都要因十善业道而得成就佛法 所以菩萨有一法 能断一切诸恶道苦 何等为一 位于作业常念思维观察善法 令善法 诸善法念念增长 不令毫分不善见杂 至极能令诸恶涌断善法圆满 常得清净 诸佛菩萨 即于圣众 于圣众就是一切天神 对不对 诸佛菩萨 所以你的生命才会变好啊 他又讲啊 一切诚意聚落啊 一阶一大地而得安住啊 一切药草灰木丛林 一阶一地而得生长 此十善道义父如是啊 一切人 天 一切身文独觉 菩提 对不对 一切佛法行共以此十善业而得成就啊 十善道也对啊 所以他告诉着我们十善业道是佛法的基础 只要你没有十善业道 你修任何佛法的法门都是假的 可是你去问当今多少学佛的人 他修持十善业道 我告诉我念金刚经 我念人间 可是我十善业道就是不做 所以这些通通就是不正确的佛弟子 所以也不能叫佛弟子 那这些人多嘛 对不对 这些人多 在生活当中常常跟我们相处嘛 他一定会做错误的示范 所以当我自己不了解 我一定会误解 佛法很讨厌 对不对 像我以前最常遇到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很多年轻人被他的朋友带来 然后一进来 听到我开始讲 他就 转过去背对着我 我在后面讲 那他朋友都面对我 那讲讲讲讲讲到半小时 他就这样 再过二十分钟 慢慢慢慢旋转木马转过来 然后他的朋友就不好意思说 你怎么这样这么不礼貌 不是啊 我怎么知道你叫我来 是佛法 我最讨厌佛法了 我开始抱怨 我说 是怎样佛法 我说 你是不是因为家里 所有人都在修佛 没有一个脾气好的 每个人修佛都叫人家放下自己 是偏偏放不下的 不要太多烦恼 每天你都被叨叨啊 对对对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我妈妈怎么样 我爸爸怎么样 年轻人讨厌佛法 我们修错了 你懂意思吗 所以你刚看到的那些 诸如此类叫修错了 修错了 那修错的人 更需要我们 成就起来 有朝一次 日让他明白提升 所以佛法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而不能对立 那因为你可以了解他为什么修错 刚是不是讲 无量寿经讲的 因为他没遇到对的 那没遇到对的 他会对 非等贤自备了 你知道吗 你可能遇到真佛了 对啊 你要扒着他的脚 你搞不好 所以佛法你必须要清净真正的三知智 才有办法 所以这个不是我讲的 阿南问是否吉凶金 里面 释迦牟尼佛对着阿南尊者讲的 什么叫阿南问是否吉凶金 阿南是一个人 释迦牟尼佛的堂弟 也出家阿南尊者 他问 请教的意思 是否就是从事佛法 学习佛法这件事情 吉凶为什么会产生吉祥如意跟凶灾连连 产生两种结果的这个经典 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讲 因为有的人修佛修错了 有的人修佛修对了 有的人用着自己的意识去修 有的人用着遵循佛菩萨的教诲 去改正自己 改正自己他得到吉 用着自己的意识的 乃至人间凡夫的知见的 他得到凶合理 所以他说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呢 所以他开宗明希说 要学佛第一关键就是 从明师受戒 这一个戒是教戒的意思 不是那个五戒 这种小小戒 当然他也涵盖在里面 用现在白话文叫做 你要学习成长第一件事情 你要跟从明师 明白的老师 不是有明气的老师 明白的老师 跟着他学习他的教诲 只有这一个是第一关键 如果这一个美 你一定会错 那么明师又特别拉出来讲 什么叫明师 明星见性的老师 就叫做明师 你们讲的善知识 善知识 在佛法的标准就是 见性的人 才叫善知识 那现在要去哪里找见性的人 所以只好什么 依经教 所谓释迦牟尼佛讲的 末法时期怎么学 依法不依人 依义不依语 依了义不依不了义 依智不依事 末法时期众生学修 以苦为师以戒为师 可是听好 这个苦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一种 让疲漏受苦那种苦 是锻炼心事的 什么叫苦 你们常听到人家讲苦行 苦行 对不对 把自己丢在荒野 让蚊子叮得满头包 叫苦行 其实不是这样子 苦行 是用那个行事 以前有陀陀生 行事代表着一件事情 你要锻炼你的心智 什么都能接受 叫做修苦行 我们人生是不是遇到稍微不如意 就讨厌 那你就没有修苦行 苦行是道家上讲的阴阳调和 叫苦行 羊很好我接受 因不好的人事物 最好不要在我面前出现 这个人就没有修苦行 修苦行是羊很好 羊就是好的人事物 出现我欢喜 可是我不执着 我不执着 不迷恋 不好的人又出现 我也接纳 这叫做阴阳调 这叫修苦行的人 所以以苦为师 以戒为师 戒就是佛行 被记录 佛的行为 行语 被记录下来的样子 叫戒 那个戒 也是我们本来的样子 可是从本来的样子 讲太高深 一般人不懂 所以才变成一种规条式 所以依循 应该这样讲 现在怎么讲 守规矩 我们学一个东西 要守那个规矩 就叫做持戒 所以以苦为师 以戒为师 你只要把握住这些礼物 你的善跟福德因缘会增长 你自自然然 比较容易遇到善之士 他可以跟你点破很多层级 要不然就是你讲的社会多数 就是你刚刚形容的那样子 我们身边多 一一要把他进化起來 不能绝对不能排斥 为什么 六祖会能讲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若见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过 但自却非心 打除烦恼破 称爱不关心 藏身两脚握 夺自战 所以一个修行人 就要什么 刚刚前面讲的那个 空友不饿 能所俱敏 至他不饿 一定要展仰出 这一个更大的慈悲心 那你说他们为什么 常常会 我收到讯息 我要跟你讲 佛菩萨不会吗 某个层面 他们讲的没有错 你收不到讯息 可是不代表 收得到讯息 叫比较有修 收不到讯息 叫没修 这一点就不一定对 可是你说不到 佛菩萨没告诉你 是因为你说不到 这是合理的 他因为你说不到 而没来告诉你 透过别人 有这种机缘 可是不是百分百 总之 这个层次领域里面 有真有假 有真有假 当你自己没学修到一个位置 自有自通力的时候 你永远不能判断 为什么 天魔波寻 阿修罗 易得世间神通 做菩萨形象 所以 不是会有神通的等于佛菩萨 你懂意思吗 好 那既然我们不懂那边 我们就好好回来 好好什么 改个性 所以改个性就是真正的修行 那你个性改到 一个层次 你自己的能力就冒出一个层次 那是自然的事情 所以刚刚讲 六句神通是你的本能 那为什么你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你们被烦恼习气包覆的太紧了 所以你的能力显不出来 那为什么现在的人 有的人你说 他好像有通力 跟他接触 这个人在讨厌死了 怎么可能 这种是有可能的 不是他修得好 是报德 所谓通有过去生 报德 我常用一个例子 相对于你们人类来讲 狗 鼻子有没有比你们好 狗有鼻通 你们人都比他逊 那是不是我们人比他逊 不能这样讲 对不对 狗相对人 他有鼻子的神通 对不对 这个狗就是报德 因为他的过去生 的积分 产生他是狗的生命状 就有这个特色 蝙蝠的耳朵比你们厉害 他有没有听耳通 相对人有 那种意思吗 所以你不能说蝙蝠比较厉害 这个都叫报通 所以很多这个世代的通灵者 就像这样子而已 那他如果不好好修 他这个通力也不能帮他 創造幸福美满人生 他这个通力也不能去帮助众生 让他得到幸福美满人生 佛已经讲完了 未能自度 而能度他无有是处 所以天魔波寻 阿修罗等罗叉 佛做的他都做得到 唯一一件事情他做不到 就是说法 因为他们不称性 说法必须称性 所以只有说法是佛菩萨做得到的 其他众生做不到 所以就去学习就好了 这样可以明白吗 谢谢师父开示 各位师兄姐 今天呢 因为是观音菩萨的诞辰 我们有这样殊胜的机缘 供居于堂 听师父 聆听师父的说法 那我们也很有幸的在这一天 可以一起很忠心的祝福 师父生日快乐 那刚刚有听说呢 有师姐想要跟师父来 一起来 跟各位同餐 来分享呢 跟着师父学修以来的一些心得和心情 我们是不是请师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也要感谢师父 师父上人您好 感谢您的教导 让我从明信中脱离 因为前一个月要去庙里 拜拜读经两次 然后因为是自己身心欠安 然后感谢您的教导 让我知道佛法原来是觉悟的教育 延续了我的灵性会命 帮我从痛苦 圣渊救出您就是指引我 往光明大道走的明灯 感谢您多次的救命之恩 若不是您的帮助 自己不可能活到现在 以西藏行为例 要不是您慈悲愿意的能量照护 自己无法从西藏平安的回来 内心的感谢和感动 因自己我值很重 早该表达的感谢之意 却被自己一再拖延至今 就因自己没有准备好 而不敢轻易发言 无法像其他同餐那样 真诚的向师父表达感谢之意 所以今日鼓起勇气 谢谢师父救会救命之恩 没有师父就没有今日的我 谢谢 请起 请坐 谢谢 众生 生生是至于苦海中流 本来就 习惯了这些苦 但是 因我们有机缘学绝 所以我们懂得苦 是什么一个样子 这已经在所谓的六道轮回里 算是不简单了 就机缘上来讲也是很难得 佛陀也讲嘛 人生难得嘛 那么他的难得 之余要欲如来正法 还更难得嘛 除了百千万节难遭遇以外 还有所谓稀有难逢的一日嘛 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去 把握善缘 藏着我们曾有的善根跟福德 去奋一着 不要再让我们过去生生世世成为 往后生生世世的延伸的基因 一定要这种了结 那么 最后 一程 绝对不是靠佛菩萨的 而是靠自己的精进力 所以也希望 让我们有缘 在这边 得到诸佛菩萨的佳霹力 能够 不枉费 能够 善互自己的 善根 福德因缘 而 完全的 充斥 让这一辈子 作为最后一辈子 那 下辈子要再做人 除非你是再来人 要不然 不一定 有机缘遇到佛法 佛法难吻 这是真的 所以世世因缘要遇到不容易 那我们 这一辈子有机缘去遇到 当然就不能让他给空过 其实这才是你们最 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 也不要忘记 在学道的路上 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不修的不得 那么 如父子上山各自努力 你爬那个百月 你怎么背着另外一个人走 所以一定都是自己的问题 那 夜 是自己照 那当然也要自己消 那只是说 我们天之交子 有一些机缘 佛菩萨 观世音菩萨慈悲愿力 能够做一种 暂时性的家户 那我们不能把这种家户力量 给做一种所谓的客秀 而不珍惜他 的意思 一定要 把握住他 然后让他 做一种所谓的真上缘 完美的真上缘 向上一着 了却今生一切灾阳 那这样子才不枉此生 所以一个学佛的人 其他的人不敢讲 一个学佛的人 就是一个目标而已 明星見信信信信信成佛 那很多人會問 為什麼要成佛佛是什么样子 等你成就了 你就知道他無法形容得好 那只能這樣講 因為那是境界問題 那很多人就好像很多人問 清淨好可怕 心裡什么样子 至少 你們跟我相處 也稍微可以看到一下 清淨的样子 好像也不壞 即便我也沒完全清淨 對不對 是至少稍微比你們一點點親近而已 都好很多了 對不對 所以就要力爭上有往那邊去挪椅 所以聖賢境界不是我們凡夫所能去定位側渡的 我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照著做 學佛就是什麼 乖乖的照著佛菩薩所交代的 一步一腳印去做就好了 你就會有時候講開玩笑 就你糊裡糊塗就變佛了 你也覺得糊裡糊塗人生怎麼那麼好 對啊 生命怎麼那麼好 反正就是沒有不好的就對了 所以就是走那條路對不對 佛叫我們不要做我們就不做 佛叫我們要做的就去做 佛叫我們要想什麼去想 佛叫我們不要想什麼不要想 你自自然然就是佛了 所以用一種最自然的功法去成就五上佛道 這可以明白嗎 感謝 佛叫我們 佛叫我 Om Sao AOM san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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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m Salaam Aum Salaam Aum Sala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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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m Salaam Aum 阿尔 神啊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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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akaya, Minaya, Hanzan, Singshin, Songshin, Saka, Manai, Kira, Kea, Shihosuko 乳肉欲了之啊 三世一切佛,因觀法界信 一切由心照,感謝 請起來 禁止 慎能 知能 知能 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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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